五步走的动作分别是第一步跨步跨出去 同时要将手拿手上拿的球 第二步要将球向后引准备要向前滚 第三步就是通过自己一个比较大方大气的一个动作 将球向前滚出 然后第四步恢复一个站立的状态 第五步往后退一步回到原位 我们要判断球的落点 比如说球如果都在我们自己方向 那肯定就是自己方向 就是自己这一边的一个半场进行滚球 但是如果球离我们比较远 这个球是在对面半场发球 那我们要将我们这边的球多了一颗球 然后我们要把球滚到对面的半场 每天在场上的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有些球会掉到场外 所以我们要跑过去捡回来 这个要求我们反应准备快活 这个要求我们反应准备快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